路遥的作品《人生》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 人生是个园,有的人走了一辈子 也没有走出命运划出的圆圈 他就是不知道,园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一条腾飞的切线 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所有答案都在人生里 人生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 在矛盾中做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陆瑶》所写的人生这本书 这是一个知识青年高嘉林面临爱情与事业 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选择的故事 面对人生道路的抉择 我们可能都是高嘉林 戈德曾说 谁要是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 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我们做出的无数个选择造就了我们的一生 或许小说的意义就在于 作者书写故事中某个人物的一生 对于我们何尝不是一种启发 在与朋友的小剧中,我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理想 总是离不开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 谈到人生,在文学的世界中绕不开的正是我们这周 即将共读的小说,路遥的人生 今天的人生,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谈谈 首先,我们来谈谈本书的作者,路遥的人生 路遥1949年,出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建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七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寄给盐川县农村的伯父 在盐川县城读高小和尚初中的那五年 路遥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他交不起每月五六块钱的伙食费 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 困苦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层面 对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路遥来说 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苦 在县城上学的寄宿生活 路遥不仅因为长期处于吃寒酸的最低等餐食而自卑 同时,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差异 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矛盾 也使路遥时刻感受到自尊心的极度受伤 他要用比克服来自饥饿还要多的精力 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懈的或是轻慢的目光 他将自卑感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动力 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反抗命运的活力 读书、上进和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 成为少年路遥心中的自觉追求 1976年,大学毕业的路遥 从延安走进了西安 成为陕西省作协沿河编辑部一名小说编辑 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 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也正式展开了 这一夜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陆遥文学创作的转折 已发表在1980年三期当代的中篇小说 《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 1981年《惊心动魄的一幕》 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是陆遥第一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 无疑增强了他创作的自信 但是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 评论界也对此冷淡 陆遥意识到文坛并没有真正承认它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获奖是一回事 得到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 1982年 陆遥又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反响热烈 1988年 他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1991年 陆遥因此而获得《矛盾文学奖》 短短几行字包含着陆遥漫长的写作生涯 他独自品尝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也证明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满足 我们可以借即将共读的人生的创作过程 一窥陆遥的《文学之路》 陆遥是怎么想到写作人生这部小说的呢 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 这样讲述创作人生的情景 细细想想 迄今为止 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 是写人生初稿二十多天 在此之前 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 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正是因为不满足 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 为此 我准备了近两年 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 而终于穿过障碍 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 精神真正达到了 忘乎所以 记得近一个月里 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分不清白天和夜晚 浑身如同燃起大火 五官溃烂 大小便不畅通 深更半夜 在陕西甘泉县招待所 转圈圈行走 以致招待所白所长 犯了疑心 给县委打电话 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 踏讯无常 县委指示 那人在写书 别惊动他 人不仅要战胜失败 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写作总是免不了 先消耗自我 据陆瑶回忆 在桌子上浮的时间长了 胳膊被磨得红肿 他便找了块石板 捧在怀里写作 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 高嘉林来了 刘巧珍来了 德顺老汉来了 黄亚萍来了 小说中的人物 一个一个前来报道 集合在陆瑶笔下 并按照自身的性格逻辑 来碍于恨 在细节处理上 陆瑶特别认真 他写到 巧珍要出嫁那张时 不仅要注意 巧珍的情绪要深 要细 还专门找了几位 甘泉县城里的老人采访 将出嫁时候的习俗细节 也写得正确且精细 写这张时 前前后后反复了好几回 人生成稿后 陆瑶并没有足够的信心 投到出版社 他生怕不能让编辑满意 但不管怎样 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 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 陆瑶住到了编辑部 在这十几天里 他全身心地投入 作品的修改工作 期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竟然没有离开过书桌 累了就趴着休息一会儿 困了就直接在桌子上睡去 直到把作品改完超好 中国青年出版社 熟悉他的朋友 都非常感动与敬佩 人生的标题 一开始并不是人生 陆瑶和几位编辑部的朋友 一直考量着小说的标题 从嘉林的故事 生活的乐章 到你得到了什么 最后出版社的编辑 王威玲注意到 小说的引言 是柳青创业时的一段话 开头的两个字 人生 既窃题 明快 又好记 于是写信 并征求陆瑶意见 没想到和陆瑶一拍即合 编辑部的老师们 尤其是王威玲 在陆瑶写作 修改人生的路上 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陆瑶的人生 也算是遇上了自己的伯乐 人生问世不久 即轰动全国 反响热烈 又被导演吴天明 拍摄为同名电影 他不仅在文学界 新闻界 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 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 广泛关注 他由文坛 走向了知识界 走向了大学校园 走向了工厂农村 更走进了千千万万 各行各业 读者的心中 这便是人生的第二个方面 人生的诞生 最后我们回归到 人生这部小说中 它讲述的是 主人公高嘉林 人生中的一段故事 小说以改革时期 陕北高原的 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 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嘉林 回到土地 又离开土地 再回到土地 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 构成了其故事构架 高嘉林同农村姑娘 刘巧珍 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 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 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陆瑶曾写信请教著名文艺评论家 严刚 请他对人生提点意见 严刚在回信中写道 高嘉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他的崇拜者 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 这个年轻人既像宝尔科查金 又像云连锁黑耳 是具有自觉和盲动 英雄和懦夫 强者和弱者的双重性的人物形象 性格的复杂性 两重性 是人生社会复杂性 流动性的生动反应 和深刻展现 高嘉林身上既带着农村味 又带着城市味 这使他简单生动 又复杂深刻 我们将一起走进 高嘉林的人生 我们了解了陆瑶的人生 也见证了人生的诞生 让我们一起走进 高嘉林的这段人生 高嘉林是高嘉村 高宇德的独生儿子 高中毕业后 在城里当名伴教师 在村里人看来 高嘉林是个有出息 而且孝顺的孩子 他每次从城里回来 总是和父母说长道短的 还给他们带一堆吃食 面包 蛋糕 硬往他们手里塞 说他们牙口不好 这些东西又有养料 又绵软 吃到肚子里好消化 生活的变数 却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农历六月初十这天晚上 随着大雷雨之前 那零碎而短促的闪电 高嘉林光着上身 从村里的小河里 蹚着水 几乎是跑着 向自己家里走去 他是刚从公社 开闭教师会回来的 此刻浑身大汗淋漓 汉山和那件漂亮的 身拦下衣 提在手里 匆忙地进了村 一头扑进了家门 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 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 闷雷的吼声 高嘉林什么话也没说 他把母亲披在他身上的衣服 重新放在炕上 连鞋也没脱 就躺在了前炕的铺盖角上 他脸对着黑洞洞的窗户 说 妈 你别做饭了 我什么也不想吃 老两口的脸顿时又恢复了核桃皮状 不由地相互交换了一下颜色 都在心里说 娃娃今儿个不知出了什么事 心里不畅快 老两口愣征地忘了半天儿子的背影 不知他到底是怎么了 高嘉林一条胳膊撑着 慢慢爬起来 身体沉重地像受了重伤一般 他靠在铺盖角上 也不看父母亲 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 开口说 我的书交不成了 那怎能没少 不让你交了 那他不是就少了 他父亲一脸的奇怪 高嘉林烦躁地转过脸 对他父母发开了火 你们真笨 不让我交了 人家不过叫旁人叫 高三星就是高嘉林口中的旁人 他之所以能够代替高嘉林教书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 也不是因为他教书经验丰富 事实上他今年才高中毕业 这一切只因为他是村里大队书记的儿子 对于高嘉林来说 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 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 幸亏这三年教书 他既不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 又有时间继续学习 对他喜欢的文科深入钻研 他最近在《地区报》上 已经发表过两三篇时歌和散文 全是这段时间苦酸苦熬的结果 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 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 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 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 他十几年拼命读书 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 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 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 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 但这个职业对他来说 还是充满希望的 几年以后通过考试 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 到那时他再努力 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 可是现在 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 彻底破灭了 对于高玉德夫妇俩来说 今晚上这不幸的消息 就像谁在他们的头上敲了一棒 他们心疼自己的独生子 他从小娇生惯养 没受过苦 嫩皮嫩肉的 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 怎能熬下去 再说 嘉玲这几年教书 挣得全劳力公分 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 过得并不紧巴 要是儿子不教书了 又急忙不习惯劳动 他们往后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 他们老两口都老了 再不像往年 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 也能供养儿子上学 求功名 想到所有这些可怕的后果 他们又难受 又恐慌 这个打击 对这个家庭来说 显然是严重的 高嘉玲想过要写信举报 然而 同在一村 不说抬头不见 低头见得尴尬 高明楼在公社 线上都是通天的人物 高嘉玲可以一时出气 但更令人担心的是 招架不住高明楼的 打击报复 高嘉玲身子僵硬地 靠在抗拦石上 沉重地低下了头 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 雨仍然像瓢泼一样 哗哗地倾倒着 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 咆哮的山红声 令人毛骨悚然 高玉德过了好一会儿 才养起那宝京世故的 庄家人的老皱脸 对儿子说 你听着 你不光不敢告人家 以后建了明楼 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呢 脸不要沉 要笑 人家现在肯定留心 咱们的态度里 高嘉玲的父母 虽然种了一辈子的地 没什么文化 但难能可贵的是 一直支持着嘉玲的教育 生活的阅历 给了他们向现实 快速低头的能力 向不公平的现实低头 就能过得好一些吗 显然 此时的高嘉玲 并没有想明白这件事 年轻的他 并不像父母一般 能够快速接受自己活低了 近一个月来 他每天都睡得很早 起得很迟 其实真正睡眠的时间倒并不多 他整晚整晚在黑暗中 大睁着眼睛 从脚的乱翻翻的被褥 看来 这种痛苦的休息 简直等于活受罪 只是临近天明 当父母亲摸索着要起床 村里也开始有了嘈杂的人生时 他才开始迷糊起来 他朦胧地听见母亲从院子里爆回柴火 巴达巴达地拉起了风箱 又听见父亲的瘸腿 一轻一重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收拾出山的工具 并且还安抚他母亲 给他把饭做好一点 他于是就眼里擒着泪水睡着了 面对这样不公平的打击 他首先选择了逃避 他不敢出去 他害怕看见他曾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学校 这学校是周围几个村子共同办的 共有一百多学生 最高是五年级 每年都要向城关公社中学 输送一批初中学生 高嘉玲一直当五年级的班主任 这个年级的算术和语文课也都有他带 他还给全校各年级上音乐和图画课 他在那里曾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角色 别了这一切 但人要有醒来的一天 高嘉玲刷牙的时候 看见他母亲正勾搂着身子 在对面自留地的茄子棋里拔草 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那么显眼 一种难受和羞愧 使他的胸部一阵脚痛 他很快把牙刷从嘴里拔出来 在心里说 我这一个月实在不像话了 两个老人整天在地里操模 我怎能老待在家里闹情绪呢 嘉玲痛苦地想 他可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生活是严酷的 他必须承认他目前的地位 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高嘉玲醒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去县里赶集 卖完自家的馒头 此时的高嘉玲正提着蒸馍篮子 头尽量低着 什么也不看 只瞅着脚下的路 匆匆地向县城走 路上 他想起父亲临走时嘱咐他 叫他卖磨时要吆喝 他的脸立刻感到火辣辣地发烧 强烈的自尊感使他的喉咙 发不出一丝声音 走到一个小沟叉的时候 高嘉玲突然想 干脆让我先跑到这没人的拐沟里 试验喊叫一下 到城里就会习惯一些 他满脸通红朝公路两头望了望 见没什么人 于是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匆忙地折身走进了公路边的那条拐沟里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人生的拐点 只有在那段时间过去的后来 我们才能分辨 从充满优越感 满足感的民办教师 因为不公的安排 回到了充满泥巴味的黄土中 高嘉玲所认为的无法接受的跌落 无法容忍的屈辱 也许只是艰难人生的铺垫 人生如此 难得的是在低谷时的自行 才会有再出发的勇气与实力 高嘉玲能否鼓起勇气 在现成的集市上叫卖 她又如何调节失衡的心态 高嘉玲人生的轨迹 急转直下 也许我们现在正走坦途 也或许正遇到人生中的难事 光明或黑暗 奋进或茫然 有时就在一瞬间转换 但请相信 我们都会有得到救赎的那一刻 现在让我们继续将目光 投向在荒沟中呐喊的高嘉玲 高嘉玲在这荒沟里走了好一段路 直到看不见公路的时候才站住 她站住 口张了一下 但没勇气喊出声来 又张了一下口 还是不行 短短的时间里 汗水已经沁满了她的额头 高嘉玲感到整个大地 都在脸声摒弃地等待她的叫卖声 但这感觉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 寻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决心下一声非喊出来不可 她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拔眼一闭 张开嘴怪叫一声 白蒸馍哎 她听见四山里都在回荡着她那一声 演戏般的悲哀的喊叫声 从他们村到县城只有十来里路 但高嘉玲感到这段路 是多么地漫长和艰难 她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 在那万头攒动的集市上 市场上弥漫着灰尘 噪音像洪水声一般喧嚣 到处充满了庄甲人的烟味和汗味 高嘉玲是个想卫生的人 雪白的毛巾 一直把磨篮子盖得严严的 生怕落进去灰尘 谁也看不出她是干什么的人 她听见市场上 所有卖东西的人都在吆喝 尤其是一些熟练的生意人 那叫卖的声音 简直成了一种表演艺术 她以前听见这样的喊叫 只觉得很好笑 可现在她在心里很佩服 这种什么也不顾忌的 欢畅舒坦的叫喊声 觉得也是一种很大的本事 她自己明显地感到 她在这个世界里 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 她已经完全无心卖魔了 她决定离开这个 她无能为力的场所 到一个稍微清静的地方 待一会儿 到哪里去呢 她突然想起了 她已经久违的 县文化馆阅览室 她很快又从大街里挤过来 来到十字街以北的县文化馆 因为她爱好文学 文化馆她有几个熟人 本来想进去喝点水 但她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今天怕见任何熟人 她静止进了阅览室 把摩兰放在长椅的脚上 从报价上 把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 参考消息 和本省的报纸 取了一堆 坐在椅子上看起来 这里没什么人 在城市喧嚣的海洋里 难得有这平静的抑郁 直到阅览室的工作人员 来关门的时候 她才反应过来 慌忙提起蒸磨篮子 出了阅览室 太阳已经远远 向西边倾斜过去了 世生基本落下 街道上嬉戏落落的 没有了多少人 庄载人大部分 都已经像潮水一样 退出了城市 这时候 她要是再出现在街上 很容易碰见熟悉的同学 她站在阅览室的门口 愁愁了半天 最后只好决定 提着篮子回家去 她垂头丧气出了城 向大马河穿到那里走去 一切都还是来的样子 篮子里的白膜 一个也没少 她赶这回集 连一分钱的买卖都没做 她走到大马河桥上时 突然看见 他们村的乔真 立在桥头上 正是将黑未黑的天 夹杂着几丝未落的心阳 乔真手里拿块红手帕 扇着脸 身边撑着他们家 新买的那辆 飞鸽牌自行车 脸上尽显 淳朴天真 乔真是村上 刘立本的二女儿 刘立本绰号叫二能人 对立什么官也不当 但全村人 尊霸高明楼 就最敬他 判人心眼活泛 前几年投机倒把 这二年堂堂皇皇 做起了生意 挣钱快的马都撵不上 家里的光景 是全村最好的 对于有钱人 庄家人一般都是很尊重的 从内心说 高嘉玲可不像一般庄家人 那样羡慕和尊重这家人 他虽然出身寒门 但他没本事的父亲 用劳动换来的钱 供养他上学 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 冲洗得差不多了 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 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 刘立本只知道攒钱 前面两个女儿 连书都不让念 他认为念书是白花钱 只是后来才把三女儿 巧玲送学校 现在算高中快毕业了 她的三个女儿都长得 像花朵一样好看 人也都精明 可惜有两个是文盲 高嘉玲对乔真 没有太好的印象 可是乔真真的如 嘉玲印象中那般吗 刘立本这个漂亮的 像花朵一样的二女子 并不是那种 简单的农村姑娘 她虽然没有上过学 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 能力很强 因此颇为重视 精神方面的追求 加上她天生的多情 形成了她极为 丰富的内心世界 村前庄后的庄家人 只看见她外表的美 而不能理解她那 绚丽的精神光彩 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 无法接近她认为 更有意思的人 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 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 她常在心里怨她父亲 不供她上学 等她明白过来时 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 于是她决心 要选择一个有文化 而又在精神方面 很丰富的男人 做自己的伴侣 就她的漂亮来说 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 或者农村出去的 国家正式工人 都是很容易的 但最根本的是 这些人里 没有她看得上的 如果真正有和她心的男人 她就是做出任何牺牲 也心甘情愿 她父亲虽然生了她 养活了她 但根本不理解她 她见她不寻干部 工人 就急着给她找农村的 并且一心看上了 马店的马栓 马栓人好 家里的光景富裕而应时 拿农村的眼光看 算是上等人家 但她就是产生不了 爱马栓的感情 尽管马栓常往她家里跑 她却总是躲着不见面 其实 她并不是没有自己心上的人 多年来 她内心里 一直都在为这个人 发狂发痴 这人就是高家林 对于乔真来说 她今天的行动 是蓄谋已久的 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多少年 埋藏在她心中的感情 但此时的高家林 不知道这一切 乔真看见她 主动走过来了 家林 你是不是卖魔去了 她脸红扑扑的 不知为什么 看来精神有点紧张 身体像发抖似的 微微颤动着 两条腿似乎都有点站不稳 高家林应成了一声 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乔真用手帕 开着脸上浸出的汗珠 眼睛斜看着她的自行车 但精神却在注意着她 说 我来感激 她突然转过脸 看着她说 我知道你一个魔也没卖掉 我知道 你怕丢人 你干脆把魔给我 你在这里把我的车子看住 让我给你卖去 乔真说着 两只手很快过来 拿她的篮子 高家林闷头闷脑的 还没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乔真已经从她胳膊上 把篮子夺走了 她什么话也没说 提着篮子 就反身向街道上走去了 高家林望着她 远去的苗条的背影 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怎么也弄不清楚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 这样的事情 乔真却知道 家林的痛苦 她敢这回急 完全是想找机会 对她说出她全部的心里话 实际上 乔真今天 一直都不远不近地 跟着家林在极上的人群里挤 她看见亲爱的人提着蒸磨篮子 在人群里躲躲闪闪 一个也卖不了 后来痛苦地靠在水泥垫杆上 闭起眼睛的时候 她脸上的泪水也刷刷地躺下来 后来她看见家林进了文化馆 知道她的蒸磨是迈不出去了 于是她就骑车来到大马河桥上 在那里等她过来 从中午一直站到下午 乔真不仅善良 那一份追求爱的勇气 也令人钦佩 她原本根本不是打算来 卖这蓝蒸磨的 而准备送给城里 她的一个仪艺 她一家住在十字街上面的山坡上 她现在却风头仗脑地跑到了这里 至于摩欠 她不会像仪艺要的 她早已给家林准备好了 她还给家里买了一条好烟 已经放在自行车的花布提包里 高家林不知道 当自己陷入黑暗中 独自咀嚼痛苦时 还有这样一位淳朴天真 有勇敢的女孩 默默关注她 乔真是那么想要站在家林的身旁 她把一篮子蒸磨 给仪艺夹放下 折转身就起身 她一意硬拉住让她吃饭 她坚决地拒绝了 她怕家林在桥上等她 等得不耐烦 她提着空篮子从仪艺夹出来 几乎是跑着向大马河桥上赶去 家林显然没有明白乔真的心思 在高家林人生的低谷 有这样一位理解她所有心思 并默默陪伴的人 是多么珍贵 等待已久的乔真 能否抓住机会 我们分别追随家林和乔真的视角 见证了这错位的爱情 家林和乔真 何时能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呢 让我们一起回到 家林上城赶集的那个晚上 太阳正从大马河西边 无垠的大山中间沉落 通往他们村的川道里 已经照上了暗影 高家林不时回头 向县城街道那边张望 她觉得乔真也不一定 能把那篮子磨卖了 毕竟现在集市都已经散了 当她终于看见乔真提着篮子 小跑着向她走来时 她认定她没有把磨卖掉 这期间的时间太短了 乔真来到她面前 很快把一卷钱塞到她手里 高家林惊讶地 看了看她胳膊上的空篮子 借过钱塞在口袋里 心里对她充满了感激 嘉林伸出手说 把篮子给我 你赶快骑车回去 太阳都要落了 乔真没给她 反而把篮子往她的自行车前 把上一挂 说咱们一块走 她俩起先都不说话 乔真推着车 走得很慢 嘉林为了不和她并排 只好比她走得更慢一点 和她稍微错开一点距离 此刻她感到了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精神上的紧张 因为她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 在这样悄眉声响的环境中走过 而且她们又走得这样慢 简直和散步一样 高嘉林不由地认真 看了一眼前面乔真的侧影 她惊异地发现 乔真比她过去的印象更要漂亮 从侧面可以看见 她仰起脸微微笑着 有时上半身弯过来 似乎想和她说什么 但又很快羞涩地转过身 仍像刚才那样望着前面 她前面的乔真内心里 正像开水锅那般翻腾着 第一次和她心爱的人 单独走在一块 使得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 陶醉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 为了这一天 她已经梦想了好多年 她的心在狂跳着 她推车子的两只手在颤抖着 感情的潮水在心中涌动 千言万语都卡在喉眼里 不知从哪里说起 她今天决心要把一切都说给她听 可她又一时羞地说不出口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乔真安慰佳琳 将来一定不会比那些干部活得差 只要有个核心的家庭 日子总是会很畅快 高佳琳听着乔真这样的话 心里感到很亲切 乔真猛地停住脚步 仰起头 看着佳琳说 佳琳哥 你如果不嫌我 咱们两个一起过 你在家里待着 我给咱上山劳动 不会叫你受苦的 乔真说完 低下头 一只手扶着车把 另一只手 局促地扯着衣服边 血轰一下子 冲上了高佳琳的头 她吃惊地看着乔真 立刻感到手足无措 感到胸口像火烧一般灼疼 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 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 爱情来得太突然了 她连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 她还没有谈过恋爱 更没有想到过要爱乔真 她感到恐慌 又感到新奇 她带着这复杂的心情 又很不自然地去看立在她面前的乔真 她仍然害羞地低着头 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 一脸在她身边 半天 高佳琳才问她 你怎猛然说起这么个事 怎是猛然呢 乔真仰起头 眼泪在脸上静静地躺着 她于是一边抹眼泪 一边把她这几年所有的一切 一点也不瞒地给她叙说起来 高佳琳一边听她说 一边感到自己的眼睛潮湿起来 她虽然是个心很硬的人 但已经被巧真的感情 深深感动了 一旦她受了感动的时候 就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 她的眼前马上飞动起 无数彩色的画面 无数她最喜欢的音乐旋律 也在耳边响起来 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 反倒变得虚幻了 不知不觉 月光已经升起来了 到了分别的路口 两人依依不舍 乔真推着车子 从另一条路上向家里走去 高佳琳进了村子的时候 一种懊悔的情绪 突然涌上她的心头 她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 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 她感到这样一来 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 使她更难受的是 她觉得她今夜 永远地告别了 她过去无邪的二十四年 从此便给她人生的履历表上 画上了一个标志 不管这一切是愉快的 还是痛苦的 她都想哭一场 第二天 刘巧珍刷牙了 这件事本来很平常 可一旦在她身上出现 立刻便在村里 传得风一股 云一股的 在村民们看来 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示 一般的农村人不讲究 高嘉玲刷牙 高三星刷牙 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 大家谁也不奇怪 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 刘巧珍刷牙 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 刘巧珍根本不管这些议论 她非刷牙不可 因为这是昨晚亲爱的嘉玲哥 要她这样做的呀 她根本不管世人的绩效 她为了和嘉玲之间的爱情 什么都可以忍受 当爱情在一个青年人身上 第一次苏醒以后 它会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甚至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 热烈的爱情也可能会使她的精神 重新闪闪发光 高嘉玲由于巧珍那种令人心碎的爱情 一下子便从灰心丧气的情绪中 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热情 爱的暖流漫过了精神上的洞土地带 新的生机便搏发了 爱情使她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 她从巧珍淳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 她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 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 生活依然能揭出甜美的果实 高嘉玲渐渐开始正常地对待劳动 再不像刚开始的几天 以一种压抑变态的心理 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肉体 以转移精神上的苦闷 但令她纠结的是 感激那天以后 高嘉玲一直非常后悔 她对巧珍做出的冲动行动 她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 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她甚至觉得 她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 发生这样的事 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 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 其实 她内心里那种 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 根本没有熄灭 她现在虽然满身黄尘当了农民 但总不相信她永远就是这个样子 她还年轻 只有24岁 有时间等待转机 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 她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 但是 更叫她苦恼的是 巧珍已经怎样 都不能从她的心灵里抹掉了 她尽管这几天躲避她 而实际上 她非常想念她 这种矛盾和痛苦 比手被绝把拧烂 还要更难忍受 关于高嘉玲和刘巧珍的谣言 也立刻在全村传播开来了 谣言经过众人嘴巴的加工 变得越来越恶毒 风声终于传到了巧珍的父亲 刘立本的耳朵里 这位村里的二能人 气得鼻子口里直冒气 巧珍一门心思 想要让高嘉玲满意自己 但高嘉玲的心思更为复杂 她是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人 虽然生在黄土地 却向往钢筋处立的城市 嘉玲虽然被爱情打动 觉得劳动虽然艰辛 但却也快乐 却依然有着内心的小火苗 巧珍的父亲 不是能发觉高嘉玲本事的人 气愤的她 又会怎样处理二人传出的谣言 高嘉玲重在心里的理想 又将怎样生根发芽 巧珍勇敢地向嘉玲表白 高嘉玲虽震惊 但面对这个漂亮善良的女孩 她也陷入了爱河 与此同时 关于二人的谣言 却愈演愈烈 尤其是巧珍的父亲 刘立本很是气愤 刘立本是农村传统道德 最坚决的魏道士 他最看重的就是面子 在他看来 人活着 一时未前 二还要脸 刘立本在河湾里 愁愁了半天 突然想起了高明楼 高明楼是书籍 由他来出面收拾高嘉玲 是最合适的 高明楼此刻走在路上 心情却不太美气 这次公社召开的 还是落实生产责任制的会议 公社赵书记 一再要叫大队书记们解放思想 能连产到户到牢的 要尽快实行 实际上 他自己也清楚 现实的新政策 的确能多打梁 多赚钱 但他不满意 这政策主要是从他自己考虑的 以前队里从前梁到大大小小的事 他都有权管 要是分成一家一户 各过各的光景 他就要像其他人一样 整天得在土地上劳苦了 他已多年没劳动 一下子怎能受了这份罪 在强大的社会变化的潮流面前 他感到自己是渺小的 正当他惆怅时 遇到了在路边的德顺老汉 德顺老汉把锄放下 拿着汗烟锅走过来 德顺老汉总喜欢给高明楼提建议 高明楼也都听他的 因为他是一辈子的庄稼人 干什么都在行 在劳动者方面 德顺老汉是权威 在德顺老汉的建议下 明楼决定安排几个人 去城里拉粪 德顺老汉顺势说 前村先叫嘉琳去 提起嘉琳 明楼脸有点红 嘴里很快嗯嗯这 同意了德顺老汉的安排 嘉琳是高明楼眼看着长大的 他小时候就脾气倔强 性子很硬 人又聪明 在庄前村后 显得比其他同年龄人都强 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太平庸了 老大上了两年学 笨得学不进去 老十一年级 最后只好回来当了农民 不是他在村里的威望 刘立本怎能把巧英给他的儿子 三星不是他用队里的东西 在公社线上巴结了几个干部 也怕连初中都上不了 顶替高嘉琳民办教师的事儿 他原本想两全其美 和公社教育专干马战胜商量 看能不能换下其他村的教师 最好不要叫三星顶替嘉琳 但哪个村愿把位置让给他们村呢 就这样他只好狠着心 把嘉琳的教师下了 让三星上 但这以后 这件事总是他个心病 尽管高宇德老两口 比以前更巴结他了 可高嘉琳明显地在仇恨他 他心知高嘉琳将来 指不定会飞黄腾达 他不想嘉琳一直仇恨自己 甚至和自己的后辈们过不去 回到家高明楼便看见 等候多时的刘立本 得知巧珍和嘉琳的传闻后 他脸上的表情显得更复杂了 高明楼劝刘立本 立本 你整天走周过线做买卖 思想怎还这么古板 现在的年轻人 还像咱们过去那样吗 我前几年 每年都要到大寨参观一回 路过西安太原 看见城市的青年男女 在大街上的仇人广众面前 胳膊套胳膊走路呢 开始看见还觉得不文明 后来看惯了 才觉得人家那才是文明 刘立本对他这一番话 根本不以为然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看高玉德那是什么家庭 踏墙烂院 家里没一件值钱东西 其实按明楼的想法 乔真最好能和嘉玲结亲 一方面 他觉得刘立本能找到 高嘉玲这个女婿也不亏 另一方面 他很愿意嘉玲和他大儿子成亲戚 将来和立本三家亲套亲 连成一体 在村里势重力强 这样一来 嘉玲和他成了亲戚 也就不好意思 为下了教师而恨他了 但现在 他看刘立本对此时 这样坚决地反对 也就摸不来事情的结局 倒就会怎样了 这时候啊 传闻的主人公 嘉玲和乔真 正站在村里的水井旁边 商量着要去城里买些漂白粉 他们各自都怀着 无比激动的心情 期待着一起进城 对于乔真来说 在家里人和村里人众目睽睽之下 跟嘉玲骑一辆车子去逛县城 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 对于他目前的处境来说 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他之所以不怕父亲的打骂 不怕村里人笑话 完全是因为他对嘉玲的痴迷的爱情 对高嘉玲来说 他做出这个决定 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 和庸俗舆论的挑战 也是对傲气十足的 流利本的报复和打击 二人走这一趟 昂首直面村里的谣言 他俩肩并肩 从村中的小路 向川道里走去 两个人都感到新奇激动 连一句话也不说 也不好意思相互看一眼 这是人生最富有的一刻 他们两个黑夜独自在庄稼地里的时候 他们的爱情只是他们自己的感受 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 向整个世界公开展示 他们现在更多的感受 是一种庄严和骄傲 乔真是骄傲的 让众人看看吧 他 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 正和一个多才多艺 强壮标志的先生 相跟着去县城 嘉玲是骄傲的 让一村满川的庄稼人看看吧 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 著名的财神爷刘丽本的女儿 正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一般 温顺地跟在她的身边 村里立刻为这事轰动起来 没出山的婆异女子 老人娃娃都纷纷出来看她们 对面山坡和川道里除地的庄稼人 也都把工具扔下 来到地盘上 看村里这两个羊人 有羡慕的扎把嘴的 有敲怪话的 也有撇凉枪的 更多的人都感到非常新奇和有意思 尤其是村里的青年男女 又羡慕又眼红 嘉玲从县城里回到家 怎么也没有想到 高明楼正在自己家里等着她 高明楼正是来和高嘉玲说 德顺老汉的建议的 但嘉玲听了之后 只是沉默不语 她摸不准 高嘉玲愿意去城里干活吗 高明楼掏出一根烟 在没有灯上吸着 看着低头不语的嘉玲说 你大概怕城里碰上熟人 不好意思吧 年轻人爱面子 其实晚上根本碰不上 高嘉玲抬起头 只说了两个字 我去 那时候村里人去城里拉粪 也有老规矩 在城里吃一顿饭 钱和粮由对立补贴 高明楼的安排却巧妙 今年是乔真去做饭 因为城里她一家有一孔空窑 高明楼因为自己的私心 而办成了一件好事 当德顺老汉和嘉玲巧真 在村对面的简易公路上 套好架子车的时候 已经临近黄昏 远远近近都开始模糊起来了 两辆车子轻快地跑起来 拐上了大马河桥 向县城奔驰而去 到了县城 嘉玲和德顺爷 灌满一车子份以后 老汉体力已经有点不支 加上又喝了不少酒 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嘉玲硬把老汉送到 巧真做饭的窑里 让她坐到热炕头上歇着 她就一个人拉着 另一个架子车去掏粪 她把架子车 放在富士公司的大门口上 看了看情况 决定一袋一袋网出单 单出来 再倒进车上的粪桶里 高嘉玲忙碌地 从车上取下粪蛋 到后面的厕所里 担出了第一单份 担过富士公司院子的时候 在院子东南角 一棵炮桶树下 坐着的几个人 连连扎把起了嘴 哼哼唧唧 显然嫌臭味 打扰了他们在院子里乘凉 高嘉玲自己也觉得很抱歉 但这是没法的事 她内心里希望 这些干部原谅她 第二回 她把份担出来的时候 情况仍然是这样 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呆 第三回呆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妇女出口了 声音很大 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迟不担 早不担 偏偏在这个时候担 真是欺负人 臭死人了 高嘉玲听见这次耳话 忍不住脚步停住了 但她想 再有一辆回车上的 粪桶就装满了 忍着点 赶快装满就走 当她把这单粉灌完 又挑着空胆子 进了院子的时候 那妇女竟然站起来 大声吵她叫喊 高嘉玲一下子 站在院子里 两只手气得锁锁抖 牙齿狠狠咬住了嘴唇 明明是她在欺负人 竟然反咬说她欺负人 火气从她心里冒上来 又被她强压了下去 但等她再次 担出来的时候 那妇女竟然 又站起来发泄 气更大了 嗓门更粗了 话也更难听了 这些香巴佬 真讨厌 那妇女又骂了一句 高嘉玲这下不能忍受了 她鼻根一酸 在心里想 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 一年辛辛苦苦 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打下粮食 晒干薄青 选最好的送到城里 让这些人吃 又是乡里人 来给他们打扫卫生 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 她对这个妇女 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愤恨心理 她要和那个 放肆的女人变几句 当她快步到 那几个人跟前的时候 高嘉玲 猛地停住了脚步 立刻感到 惶愧不安 这妇女 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学 张克南的妈妈 高嘉玲 实在害怕她认出自己 她一下子 不知如何是好了 正在她进退两难时 克南她妈 依然用手指着她大骂 她显然已经 记不得她是谁了 高嘉玲 掉转身 强忍着泪水 出了富士公司的大门 高嘉玲 拉着架子车 转到了 通往街道的马路上 鼻子一阵又一阵发酸 城市的灯光 已经渐渐地稀疏了 建筑物大部分都隐匿在黑暗中 只有和对面水纹站的灯光 仍然亮着 在水面上 投下了长长的橘红色的光芒 随着淋淋波光 像是一团一团的火焰 在水中燃烧 高嘉玲的心中 也燃烧着火焰 她把分车子 拉在路边停下来 眼里转着泪花子 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 心里说 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 我有文化 有知识 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 哪一点差 这一趟城中之情 在高嘉玲的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她已经逐渐接受 自己的身份 在偶然遇到老同学的母亲时 心里为乡下人抱不平 对城市人的自以为是 感到愤怒 但转过身 又因为曾经的辉煌 与现在的落魄 而黯然身伤 她想问命运 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 回答她的 只有冷清的月光 回到家的高嘉玲 心情低落 母亲摸索出一封二爸的信 递给她 高嘉玲先没换衣服 赶忙拆开信 凑到煤油灯前看起来 信中的内容 让高嘉玲 一下子振奋不已 父亲的弟弟 要转业回来工作了 而且在地区专属 当劳动局长 二爸在信中说 等工作定下来 就准备回村子 看望嘉玲一家人 高嘉玲看完信 激动地在抗篮石上 狠狠拍了一巴掌 大声喊 爸 妈 快醒一醒 日复一日的劳动 巧真的陪伴 已经让高嘉玲 逐渐接受了 自己成为劳动人民的事实 也体会到 劳动人民的艰辛与快乐 但此时二爸的一封信 无疑打破了 高嘉玲心里的平衡 对于城市的向往 从未在嘉玲心中散去 他想念干净整洁的街道 也怀念充满知识的课堂 二爸的归来 会对嘉玲的命运 有怎样的影响呢 嘉玲又将如何平衡 对事业的野心 与对乔真的爱呢 乔真的和嘉玲的爱情 正顺利地进行 乔真的父亲刘立本 作为最关键 也是最艰难的一环 意外地被高明楼所劝服 明楼对嘉玲心中有愧 本一撮合乔真和嘉玲 安排二人去城里干活 没想到高嘉玲 那份强烈却隐忍的自尊心 又被高中同学的母亲激起 但生活的变化如此之快 正当嘉玲受挫时 高玉德当兵 走了几十年的弟弟回来了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全村 村里的人 不论大人还是小孩 纷纷丢下正在吃饭的碗 向高玉德家的破墙烂院里涌来了 高嘉村好多年 都没有这样热闹过 老婆老汉们拄着拐杖 媳妇们抱着吃奶孩子 庄家人推迟了出山的时间 学生们背着上学起身的书包 熙熙攘攘 大呼笑叫 纷纷跑来看大干部 全村的狗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也吠叫着跟人跑来了 村子里乱纷纷的 比谁家娶媳妇还红火 高玉智正站在院子里 笑呵呵地回答乡亲们的问话 玉德老汉站在他旁边 嘴里擒着汗烟锅 一边笑 一边用瘦手抹眼泪 陪同高玉智回村的 县劳动局副局长 马战胜同志 都挤不进高玉德家的院里 在劳动局任职的高玉智 无疑成为家里一家人最大的希望 高玉智却在父母的坟前沉没了 高玉智任职后 地委和专属领导找他谈了话 说地区劳动局的前任局长 就是走后门招工太多 名分很大 才撤换了的 替高嘉林谋职位这种事 预致表明了无可奈何 却否定的态度 此刻 高明楼正和马战胜 在他的会客厅里谈话 明楼现在心里很慌 生怕高嘉林告诉叔父 说他走后门让自己儿子当了教师 而把他弄回队里参加了劳动 当时这事是他和马战胜共同谋划的 马战胜却很放松 声称自己已将事情办妥 高明楼还在担心 马战胜讥讽地看了一眼高明楼 办这种事 哪个领导能明说呢 咱主动给领导把这种事办了 领导表面上还批评你 可心里恨不得马上把你提拔了 高明楼惊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 他心里想 怪不得战胜年纪不大 三十刚出头 就从公社的一般干部 提成副局长了 半个月以后 高玉德的独生子高嘉林 就成了国家正式工人 并且只去县煤矿报个到 而后就要在县煤大院当干部了 他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 中间经过些什么手续 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填了一张招工表 其余的事儿 都有马战胜一手包办了 生活在一瞬间 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在前面 在生活的道路上 他将会怎样走下去呢 不久后 县城南面的一场暴风骤雨 给高嘉林提供了 第一次工作的机会 为了及时报道救灾情况 嘉林决定当天 亲自去南马河公社 他当晚就着公摇里 微弱的灯光 专心写了好几篇报道 花花的大雨 和河道里的山红声 喧嚣成了一片巨大的声响 但他都听不见 他激动得笔杆陡颤 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 消息报道的门路架数 他都懂得 各种文体心中早已熟悉 公社的领导都对他赞不绝口 优秀的工作能力 动人心弦的文稿 让广播站的 黄亚萍钦佩不已 嘉林回来的第二天 黄亚萍就来拜访了他 毫不吝啬自己的称赞 有几篇稿子 他广播录音时都流了泪 嘉林被夸得不好意思 黄亚萍又开口说 你又到了城里 我很高兴 又有个谈得来的人了 黄亚萍是前文出现过的 客男的女朋友 三人是中学时的同学 毕业后 黄亚萍还时不时想起高嘉林 过去在学校 他们一块那些 很要好的交往情景 也常在他眼前 闪来闪去 他有时甚至很想念她 他原本根本看不起 农村来的学生 认为他们不会有太出色的人 但和嘉林接触后 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嘉林的性格 眼界 聪明和精神追求 都是他很喜欢的 前不久 军分区已基本同意 亚萍父亲提出转业到 老家江苏地方上工作的请求 他的父亲 准备让克南和他们家 一同调过去 生活本来一切都是在 平静 正常和满意中进行的 可是 现在却突然闯进来个高嘉林 高嘉林因为出众的工作能力 立刻成了现成一个 引人注目的任务 地区报和省报 已经发表了他写的不少通讯报道 并且还在省报的副刊上 登载了一篇 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散文 他没多时就跟老景学会了照相和印放照片的技术 每逢线上有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 他胸前挂个带闪光灯的照相机 就潇洒地出没于仇人广众面前 显得特别惹眼 他内心里 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一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 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有时候也由不得轻飘飘起来 和同志们说话 言辞敏锐尖刻 财气外露 得意的表情明显地挂在脸上 有时他又满头大汉 对这种身不由己的冲动 进行严厉的内心反省 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 他有更大的报复和想法 不能满足于在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 如果不注意 他的前程就可能要受挫折 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 许多人在嫉妒他的走红 同时高嘉玲和黄亚平 很快恢复了中学时期的那种交往 不过嘉玲小心翼翼 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 当然 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 我要是能和亚平结合 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 会是非常愉快的 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 共同语言又多 黄亚平口若悬河 侃侃而谈 他能够准确说出 除了石油的14种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 高嘉玲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惊讶的半天和不拢嘴 他想不到亚平知道的东西 这么广泛和详细 但往往这个时候 乔真那亲切可爱的脸庞 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 并且每当这样的时候 他对乔真的爱 似乎更加强烈了 他的心里开始纠结矛盾 嘉玲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乔真了 乔真只来县里看过嘉玲一次 他一进屋 就过去在他床铺上摸摸 又揣揣被子 嘴里唠叨着 被子太薄了 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 狗皮褥子颠倒这线尾机关 会让人家笑话 我不冷 你千万不要拿来 嘉玲有点严厉地说 乔真看见嘉玲脸上不高兴 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 但他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 就随口说 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 乔林交上书了 他没考上大学 乔真还在说着 嘉玲却越来越烦躁 他想起刚才和亚平那些 海阔天空的讨论 多有意思 现在听乔真说的 都是这些叫人感到乏味的话 他心里不免涌上了一股 说不出的滋味 乔真看见嘉玲对自己这样烦躁 不知他哪一句话没有说对 他并不知道嘉玲现在心里想什么 但感觉他似乎对他 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高嘉玲送完乔真 返回到街上的时候 突然感到他刚才和乔真的亲热 已经远远不如他过去 在庄稼地里那样令人陶醉了 他由不得又交替 想起了黄亚平和乔真 毫无疑问 亚平已经给了他一些爱情的暗示 从内心上说 亚平以前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 过去他不敢想 现在他也许敢想了 但情况又变得复杂了 他和柯南已经恋爱了 而他也和乔真恋爱了 想来想去 一切都好像已经无法挽回 他也就尽力说服自己 不要再多考虑这事了 但亚平一次又一次找他 出过语言的暗示 还用表情目光向他表白 黄亚平的精神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他现在内心里狂热地爱着高嘉玲 觉得他无论如何 要和高嘉玲生活在一块 他已经下决心 要和张可南中断恋爱关系了 而对于高嘉玲 他也想好了 他让嘉玲放心 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 让他到新华日报 或者省电台去当记者 一切将会怎样发展 什么时候闪电 什么时候吼雷 什么时候卷起 狂风暴雨 高嘉玲在进行一场非常严重的抉择 当黄亚平向他表示了爱情 并准备让他跟他去南京工作的时候 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 联系在一起看了 他想 乔真将来除了是个 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 再也没什么发展了 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 他和乔真结合 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现在 他已经是公家人 将来要和乔真结婚 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 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 他考虑的是写文章 乔真还是只能说些 农村里的婆婆妈妈的事 上次他来看她 她已经明显地感到了苦恼 再说 他要是和乔真结婚了 他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 而他的向往又很高很远 一到县城工作以后 他就想将来绝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 要远走高飞 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 现在 这一切就等他说个愿意就行了 他反复考虑 觉得他不能为了乔真的爱情 而遗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 这个重要的转折 他权衡了一切以后 已经决定要和乔真断绝关系 跟亚平远走高飞了 当然 他的良心非常不安 不说亚平的男朋友柯南 他又如何向乔真开口呢 嘉玲还是决定 鼓起勇气 当面和乔真说明白 本以为是一场漫长揪心的告别 没想到的是 乔真虽然伤心 却比高嘉玲更加从容 乔真竟然主动放手 他尽管爱嘉玲爱得要命 但知道自己配不上他 非但帮不上忙 还会拖累嘉玲的工作 乔真对嘉玲说 你搜你的 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 到外面你多操心 人生地输 不像咱本乡天地 高嘉玲的头 在乔真的面前 在整个世界面前 深深地低下了 乔真摇摇晃晃地 骑上了自行车 头也不悔地 向大马河川 飞跑而去了 等嘉玲抬起头的时候 眼前只剩下了 满川绿色的庄甲 和一条空荡荡的黄土路 在轻如白水的乔真 和如烈性酒一般的黄亚平之间 高嘉玲选择了 有利于自己前途的黄亚平 太过懂事的乔真 选择成全了嘉玲 但她真的能够放下高嘉玲吗 高嘉玲与黄亚平的结合 不只伤害了乔真 还有亚平的男朋友柯南 不管不顾的二人 又会碰到怎样的阻碍呢 大家如何看待高嘉玲的选择呢 乔真选择成全高嘉玲 嘉玲并没有直接告诉乔真 分手的原因 是自己与黄亚平旧情复燃 而只说自己 要去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工作 但乔真又何尝不明白 其中的异味呢 在桥上的乔真 眼泪一颗一颗 砸在河水当中 与此同时 马栓对她的追求 也愈发热烈 她会怎样选择呢 半个月以来 乔真很少能咽下去饭 也很难睡上一个熟觉 村里的人都认为 乔真说不定会寻了短见 她也曾想到过死 但当她一看见 生活和劳动过 二十多年的大地山川 看见土地上 她用汗水焦虑的河苗 这种念头 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 她留恋这个世界 她爱太阳 爱土地 爱劳动 爱清朗朗的大马河 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 经过这样一次 感情生活的大动荡 她才似乎明白了 她在爱情上的追求 是多么天真 悲剧不是命运造成的 而是她和亲爱的 嘉玲哥差别太大了 她现在只能接受现实 对她的这个宣判 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 来生活 但她在感情上 根本不能割舍 她对高嘉玲的爱 她永远也不会恨她 哪怕这爱是多么的苦涩 人世间的事情 往往说不清道不明 就在这个时候 马店的马栓 竟然正是拖起梅人来 要去撬针 事到如今 立本已经再不愿 勉强女儿的婚事 但刘家看她如此诚心 还是让她进了家 乔珍破天荒地见了马栓 马栓 你真的要娶我吗 乔珍问 我已经在村前装后 名誉不好了 难道你不嫌 不嫌 马栓叫道 眼泪一下子 从乔珍红肿的眼睛里 扑素素地躺下来了 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 乔珍与马栓的婚礼 按照旧式的礼仪结束了 在估计快要出村的时候 她忍不住 用手撂开盖头的一角 她看见了嘉林 她曾多少次 朝那里张望过啊 她也看见了 河对面一棵杜梨树 就在那树下 在那一片绿色的古林里 他们曾躺在一起 抱过亲过 但现在 她只能别了过去的一切 另一边 被亚平分手的客男 每天下班拼命地批院里的余树棒 批完之后 又闭住眼躺在床铺上 高大结实的身体 像没有了气息似的 动也不动 母亲看到她这样 又心疼 又嫌她没出息 为了给儿子出气 她已经打听了许久 高嘉玲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 是马屁精马战胜给办的 材料都已经掌握在她手中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 捉摸不来的笑影 她前几天已经给地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 揭发控告了这件事 地纪委很重视这件事 已经派来了人 张克南却不赞同母亲的做法 他认为 一旦他们做了这件事 就成了小人 从原则上说 母亲是对的 但从道义上说 他们这样做 众人都长着眼 绝不会认为 他们是党性强 而是暴私仇 她对母亲说 咱们不能用错纠错 母亲不以为然 认为嘉玲有错在先 是克南活得太窝囊了 两人就此大吵一架 弄得人尽皆知 高嘉玲走后门 参加工作的问题 被地纪委和县纪委 迅速查清落实了 与此同时 高嘉玲的叔父 让组织坚决 把高嘉玲退回去 这事很快就在县城传开 街头巷尾 人们纷纷在议论 常委会的决定 很快做出了 撤销高嘉玲的工作 和城市户口 送回所在大队 县劳动局副局长 马战胜 无视党的纪律 多次走后门 搞不正之风 撤销起领导职务 调出劳动局 而这个事件的主人公 高嘉玲 才刚刚从省里学习回来 神清气爽没多久 听到这个消息 脑子一下子变成了 一片空白 她麻木地立在那里 甚至不知道 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小珍已经出嫁 本来盼望着 与亚萍到新的地方 开始生活 现在也已经不可能 她还是决定要主动 找亚萍断绝关系 此时的黄亚萍 也十分纠结 她爱高嘉玲 而又怕她当农民啊 最终 她还是与嘉玲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结束关系 是生活开了嘉玲一个玩笑 还是她开了生活 一个玩笑呢 高嘉玲终于踏上了 回村的路 每一步都走得无比沉重 这一切怨谁呢 她现在谁也不怨 反而恨起了自己 她的悲剧 是她自己造成的 她为了虚荣 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 落了今天这个下场 她渐渐明白 如果她就这样下去 她躲过了生活的 这一次惩罚 也躲不过去 下一次惩罚 严俊的现实生活 最能教育人 她使高嘉玲 此刻减少了一些狂热 而增强了一些 自我反省的力量 她进一步想 假如她跟黄亚萍 去了南京 她这一辈子 就会真的幸福吗 她能不能 就和她幻想的那样 在生活中 平步青云 亚萍会不会永远爱她 南京比她出色的人 谁知有多少 以后根本无法保证 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 而把她甩到一边 就像甩张克南一样 她折了一只柳树梢 一边走 一边轻轻抽打折 路边的杂草 心想 她回到村里后 人们会怎样看她呢 她将怎样再开始 在那里生活呢 就在这时 许多刚下地的村里人 却都从庄稼地里钻出来 纷纷向她跑来了 她不知道这是怎一回事 村里的人们 就先后围在了她身边 开始向她问长问短 所有人的话语 表情 眼神 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 反而都很真诚 大家还七嘴八舌地安慰她 回来就回来吧 你也不要灰心 慢慢看吧 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嘞 高嘉林留下了感动 悔恨的泪水 她最终明白 只有自己 能够起予救赎 小说的最后一章 标明了 并非结局 是啊 这只是高嘉林 人生中的一段故事 却也为无数的年轻人 带来了启迪 事实上 高嘉林对土地逃离 与回归的人生历程 正揭示出 路遥对乡土中国 在现代化进程中 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 在时代的大潮中 究竟是选择守望土地 而生命接近自然境 存有野性美的同时 也意味着要承受 来自恶劣自然环境 封建陈规陋习 和城市人高傲 所带来的 深重痛苦和屈辱 这样的悲苦 不仅来自物质层面 更来自个性压抑 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 又或者 我们选择寄身城市 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 为实现个人理想 提供了广阔天地 但也更容易滋生 客男妈式的 小市民心理 黄亚平式的 极端利己主义 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 双重失落 当乔真第一次到县城 去见高嘉林 嘉林处处把她和亚平对比 时时想着 这里是城里的办公室 而不是庄稼地 冷落了乔真 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 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 在细节处不言而喻 正如人生的引言所说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 是笔直的 没有岔道的 这些岔道口 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 事业上的岔道口 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 你走错一步 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 也可以影响一生 当路遥年轻时 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 她最为熟悉的生活 即是城市交叉地带 充满生机和金玉的城市生活 对于像她那样的 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 农村知识青年 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 不论在物质 还是在精神上 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 在城市化的浪潮 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 她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 该如何做出选择 表面上 路遥似乎在带领我们观察 一座座陕北农村的 现实村落和客观生活 实际上 她又何尝不是在 引导我们去体验 隐藏在这些善良的 普通民众身上的 伟大情感和优良品德呢 七天的导读 也许能够让我们了解 高嘉林的一段人生 但品读原著 会让我们更加亲近嘉林 巧真 亚平 等可爱真实的青年男女 或许我们的人生 并不会因为读了人生 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高嘉林的故事 让我们明白 一个人应该有理想 甚至应该有幻想 但她千万不能 抛开现实生活 去盲目追求 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才能成为自己 最好的救赎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